大家好,我是大陆,这是三七 好多人跟我说这么长的路程 为什么不用西部岸多舒服 或者技巧岸多轻便 嗯,我也知道西部岸舒服帅气 技巧岸轻快便携 但三七毕竟是蒙古马 二一毕竟穿越草原 大陆毕竟是记录蒙古草原文化 所以在蒙古岸面前 舒服和帅气不值一提 因为三七需要休整 我们在四十股愣兄弟家又多逗留一天 也有幸拜访了此地非常出名 坚持做手工马岸的匠人 昨天四十股愣的父亲 一下就找到了引起三七被伤的原因 父子俩非常细心地修理了三七的书包 哎,又是不求回报的关心 我们何得何能啊 看到他们修理马岸的样子 我感慨到 现在坚持手工做蒙古岸的可是不多了 没想到布赫兄弟说 他姑旧就是做马岸是假 这不踏破铁鞋无秘处吗 其实当今传统手工艺人非常难寻 但每次我们都能碰巧遇见 我只能说大概是长生天眷顾吧 抓紧时间出发去拜访这位匠人 果然是匠人 住的地方没熟人带路根本找不见 可能也只有这样的草原路 才配得上这样的室外高人吧 到的时候叔叔正在做一个马岸 我们也有幸见证了制作流程 传统的蒙古岸就是四块块 前面这一块 后边一块 左边这一块 我们这做的都是手工的 牛皮的 这是太厉害了 这是太厉害了 拿着这个马丁 然后尾巴编 尾巴先搓成绳 然后再编成这个 那就阿布盖的 案子 这个 看它跟那个就不太一样了 它是这样的 两边渡狗 因为它那边掏马的多嘛 掏马的时候 掏马的时候 不是 掏马的时候你就坐在这个位置了 拿这个东西顶住你 别人马上就掏下去 现代机械取代大部分传统手工 但传统工艺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吗 我不觉得 这两位匠人父子一年只能坐五六十个马鞍 却被抢购一空 这可能就是传统手工艺最大的欣慰吧 在草原 女人的钱带在头上 所以你会看到有大量珠宝装饰的女人头饰 而男人的钱花在马上 于是便有了金马鞍 银马鞍 雕花的马鞍 蒙古鞍的样式多种多样 内蒙古每个盟式马鞍都有区别 甚至每个期限都有差异 但蒙古马鞍承载的游牧文化 却殊途同归 没有了枪 游猎文化不可避免的消亡 没有了马 游牧文化又该何去何从呢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只要牧人家最显眼位置的蒙古鞍还在 这种文化就永远不会消失